6點至8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回來一節不要多說說奧運 真是奇怪 為慶祝奧運香港港隊創街職 AIA提供免費坐摩托輪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但他是有這些 於是他免費給你玩玩這些 沒問題 最奇怪的是 你們香港人 好像一個蔡女士說今天帶兩個女兒到場 也不知道今天可以免費坐摩托輪 不過 也好 活動可以令小朋友更加了解香港運動員的努力 我不明白 你坐摩托輪又怎會更加了解運動員的努力 你說可能你是直接搭摩天輪 媽媽為什麼可以免費搭摩天輪 因為香港運動員拿了兩個金、兩個銀牌 和其他運動員都表現得很好 所以他就慶祝了 然後乘機講跡也要講很多話 他說對重劍女選手江文慧的表現最深刻 因為他絕地反擊 多謝他們為香港付出 那些人的看法 他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你對得住自己的練習 盡量去做好 老實說你輸了都是為香港付出的 你要這樣說你怎樣理解都可以的 據說國家隊代表月底會訪港三天 我們當然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可能有些人都覺得很大的城市 又或者不是覺得很大的城市 都扮覺得很大的城市 老實說你不如叫我們港隊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還沒回來 我記得李麗珊那年 都真的有開Open Top巴士 全港巡遊的 不是全港的 全港慶祝的 是反而有的 那次實際激勵很多 史上第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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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菲律賓那個年輕人很厲害 自由體操 原來菲律賓以前沒有拿過金牌嗎 他的拳擊也很厲害 我還以為史上第一塊 我還以為史上的自由體操 不是啊 是菲律賓的史上第一塊 我還以為是嗎 我都拘捕了頭 我還沒考證 好了 很厲害 那時候有很多不同的 那時候的團結度很高 社會還沒施略呢 沒有說 老實說 一個社會撕裂 政府是最大的最大的原因 你政府不去嘗試修補 這些裂貨 其實自己的視頻就行了 你靠一邊 一定是繼續這樣 老實說 以前 為什麼我們可以真是和而不同呢 因為港英政府 你猜它有沒有立場 它當然有 但是盡量它不表達 於是大家就說 你不想是 現在政府害怕別人 不想知道你什麼立場 你看這些行政會議 何景康 什麼小黃人 老實說 我認為 當然我說完我沒事 可能有人很不說我 很不說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世界上 大家按法就走了 大家不配有什麼問題 你搞Safe Hong Kong 群組出來 都會繼續想分化 就是全家產 根本就是 好了 中國隊逆轉奪金我不說 終於今屆中國隊都在游泳項目 拿了兩面金牌和上街坦很遠 你說關不關 因為頻繁檢定他們的興奮劑事 大家自己想 最後拿了兩個金牌 一個就是 自由式潘展樂 100米破世界紀錄 另外就是 這個男子4x100混合劑混合劑 其實真的很關心 我又真的不知道 原來從1984年到現在 幾十年 十年霸了 美國隊 想不到 澳洲中間都沒有什麼 這次就被我們偉大的祖國 我又驗過了 或是驗不到 或是沒有吃禁藥 就拍兩下手掌 好東西 好東西 不用上升到 我覺得不用上升到說什麼 又說 中國人站起來不用的 大陸一定不宣傳 他們一定是這樣 或者小粉紅 壞的人看不起我 應該拿下去 拿下又怎麼樣 我告訴你 那些小孩子 你不用出去買泡奶粉 學校不會說 吵架 然後那些 那些官員也不吵架 那些牆 不是一打一打一吋的 吵架 食安是OK的 不是車子 都會噴噴市場 有沒有看過那段片 有個噴市車 不知道做什麼 有個車 那些運水的車 有個運市 那些人就不知道上去 弄個什麼蓋 在車頂 怎麼突然一條屎柱 爆上來 整個人 弄個彈去哪裡 你其實搞好基礎 大家有飯吃 有工作 有書局 就是站起來 好了 當然 我們當然要說 我昨天 有三場賽事 我也覺得非常清楚 其實不止 我說三場 第一 我沒有什麼特別說 這個9秒79的 美國選手 原來也是 04年之後 美國拿了100米 以前的100米 男子基本上是屬於美國 這個金牌 但是04之後 08 1216 那時候 叫做寶特 上一屆 就有一個 意大利佬 那個黑人 贏了 今屆也還有跑 有 9秒82 劇9秒79 都是很快的時間 但是為什麼好像沒有這麼誇張 因為事實上 寶特那時候太誇張了 9秒50 又9秒68 好吧 問題是他贏了 就是贏了 第二名 米家 湯神 米家 湯神 都是9秒79 好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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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分 就是 尼里斯 就是 龍珠 9秒784 湯神 9秒789 看了慢鏡 不要說肉眼 看不出來 你是怎樣也看不到的 是 如果你說過去來說 這個就真的是 雙冠軍 反正他們的時間都是9秒79 你去到這麼小 我不想去那條毛 所以我想起VAR 沒有 是看不到 如果你看到一起衝過去 我怎麼看得到湯神贏 但是你拉線是一起 是一起 我不知道他怎麼看得到 是拉線定了 我都看不到 是 但是你只能夠相信 那就是 真的 又沒有說抵不抵 尼里斯 我剛剛做了一陣子看那個 Netflix 叫做 《世界非人》 《短途飛人》 第一集就是講他 當然會覺得 有些感情 其實較早的時候 100米的女生 那個叫什麼 不知什麼國 都18萬人 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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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萬人 在哪裡來的國家 在歐洲還是中北美洲 我真的不知道 加勒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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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中北美洲 那些 18萬人 好了 大家看得最厲害 我認為 第一 就是 網球 藍單決賽 兩場 大家知道 奧運是三盤兩勝 兩盤都要打 Tie Break 都是7比6 說真的 我看到 艾卡拉斯亞 下臨尾 你想想 21歲 你大把世界 去拿 第一次就銀牌 我當然是希望 我昨天當然是希望做高榮 贏 是吧 喂 37歲 又傷完膝 你今年去過膝頭之前 已經退出了法網 就是這個紅島場 又退出了 就是輸了 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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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布頓 好了 你昨天看 其實大家都沒有發覺 但是 兩個都是6比6 打Tie Break 結果 兩個Tie Break 都真的 薑是老的辣 他真的激到你 技術激到 雖然很明顯 他真的不想跟你打第三局 因為第三局 老實說 我體力都難說 尤其是第二局 你看到祖高爾 在幾次被阿卡拉斯放短波之後 他又再放短波到西 李欽馬加 他真的什麼都出去了 他昨天的長波 好東西啊 所以 昨天終於成為金滿冠 第五人 其實呢 我看 其實呢 我看呢 報道說 輝達娜和娜道都在2008年 北京奧運那個藍商 金牌和藍丹 那是娜道拿藍丹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第六人 如果你只是藍丹 那就是第五人 那輝達娜那 那就是第五點五 你這麼說 那之前呢 應該是娜道拿過 威廉斯拿過 最厲害的就是 那一對夫妻 原來 家父和阿卡斯 其實是家父 就最容易 因為那時候的家父 那個年代 是掃的 那你想一下 今屆 他拿不到 37 其實就真的是最後機會 你11歲月 其實今屆 上屆拿 是不是拿銅牌 上屆還是怎樣 其實就贏不了決賽 再之前同牌上屆 上屆沒有 好像是八強 你都覺得沒有 是啊 他最佳成績是同牌 總之 上屆 不能進入決賽 你都覺得沒有 33歲 已經 是吧 37歲 厲害 好了 王齊麟和李楊 現在趴在這兩個 抹大手的 就是王齊麟 烏身蝦米的 就是李楊 OK 為什麽說他們為奧運而生的男人呢 昨天大家聽直播都講過 你真是很活該 上屆 上屆拿完東京奧運之後 他們參加了40個賽事 很多賽事是一輪流 即是贏過一個賽事 甚至乎是去到去到去年底 才叫做在不同的賽事 拿去救分 幸好 因為台灣一定出去 但是你自己去救分才可以 才可以進入到這個奧運決賽州 好 好了 然後一抽 抽那組 無論如何都會寫完 他們那組 因為差是不暈的 多了一隊 要打三場分組賽 好了 然後還有世界派平 前的第二啊 第四啊 總是所有不理因素 在去到 結果 由上屆東京奧運 到今年巴黎 奧運之間 就是贏過一個錦標的他們 再贏 李洋已經說明了 退役了 這一個 就是最後喊歌了 他說對手當然強 我先不要說什麼 我們尊重每一個運動員 但是 尊重每一個運動員 我講我的觀察 我們當然看見這個 中國隊那兩個教練 那個肥佬 和台灣隊那兩個教練 還是訓練員 喂 球員那些我不講 你老母 真的有樣子看 那個滿面橫相 即是賤俗橫生 我講的那一對 是 挑戰這兩個是斯文獸棄很多 真的有樣子看的 而最奇怪的是什麼 不知道大家 電視台沒有播 我在X 我的網友給我 挑戰這一個全場 那些人是跟他們打氣的 全場除了個別之外 包括那些鬼佬 張國隊也有很多 有 很吵 是 是 但是 但是 有幾個鏡頭 就是當中國隊去查 就是in out 就是全場叫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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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怎麼搞這樣呢 那你自己想 那當然 你不排除 因為本身中國隊那群粉絲 在那裡 殺 in 的時候 那些人 其實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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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勾你 嗯 真的很拿命 但是其實如果說發揮水平 其實兩隊也是說那些事情 說真的 魚亮之真 其實哪一隊贏 你都沒有話說的 如果說純粹技術比拼 真的 喂 說真的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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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誰最厲害 黃齊麟 躺在那裡都還了六七版 躺在地下 都還了六七版 真的 好了 那麼 當然 最厲害的是這個 CCTV5 原本呢 就安排了 已經說這場賽事 是會有直播的 誰知道後來突然取消 就改播這個 還不是直播 是錄影的 看草藍芝調環 球迷當然極不滿 是吧 好了 到了晚上八點左右 他又沒有宣傳 突然間 他又播了 這場 插在CCTV16的節目裡面 插那些場的直播 那時候是甚麼 剛剛中國隊追回一個 正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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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 好了 誰知道 他最後 輸了 連班獎禮 他現在不播 他不是不播 是播到一半 哈哈 你為什麼是直接不播呢 有時是那些班獎禮 過了什麼 過了 是播到一半 當一升國旗 就中華 台北的奧委會 都是會歌的時候 馬上咳嗽 為何要這樣呢 就是 其實你們 全世界都知道 其實老實說 台灣 或者 現在 他們有這麼大的抗拒 對中國人 這個身份 甚至乎 其實大部份 都是因為自己搞成這樣 你問我 根本就是 你打壓他做甚麼 參加世衛 奧運這些 如果 說真的 他真的叫做中華民國 那又怎樣呢 那又怎樣呢 有甚麼問題 其實 這麼多紛爭 有一個方法 打糕他統一 打糕他 不要追贊成 追贊成 打糕他 不要咬 說了幾十年 你夠 休息一會 打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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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糕他